把鸡蛋倒入开水中,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的独特吃法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首先准备六个鸡蛋 往盆里倒入清水,把鸡蛋清洗干净 由于鸡蛋的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和大肠干菌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鸡蛋清洗干净 洗净之后把鸡蛋打入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醋去腥 让鸡蛋更嫩 把鸡蛋液搅散 然后再准备一个碗,倒入和鸡蛋液一样多的清水 准备一根青椒切成圈 再准备几个小米辣也切成圈 然后再切点蒜末,装入碗中备用 把清水倒入锅中 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 把鸡蛋液慢慢的倒入锅里面 鸡蛋液基本凝固的时候用铲子轻轻的铲动 炒的时候不要急 一定要慢慢的用铲子推动 小火慢炒,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 炒成这样鸡蛋和水分开 然后把鸡蛋装盘备用 接着起锅烧油,放入切好的辣椒和蒜末炒香 炒香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食盐,生抽和蚝油 再稍微翻炒一下 倒入半碗水淀粉 然后大火煮开,煮至浓稠之后关火 把煮好的汤汁浇到鸡蛋上面,美味既成 鸡蛋这样做鲜嫩入味又好吃 浇上这个香辣美味的汤汁 鸡蛋吃起来特别的开胃下饭 我家每次做着一大盘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实在是太好吃了 好了,喜欢美食就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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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